哈喽大家好 这里是耀龙微教营销服务部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即将华丽亮相的耀龙Q3 年轻化的设计语言潮流高端 再加上这款也是全新配色的宝马灰 非常的优雅高级 那么Q3款与Q2款有什么不同呢 接下来为大家讲解一下 首先从外观来说呢 Q3与Q2是一脉相承 秉承一贯传承经典的初心 它的前脸呢没有特别大的变动 整体车身来说是完美的融合 潮流设计感与经典简约线条 简单清爽不是大气 与Q2相比呢 Q3是全新升级的四门版 上下车是更加的方便 而且它的尺寸加长了 前排与后排的空间也加大 驾身舒适感呢有所提升 还有一点就是尺寸加大 它的车身底盘也更扎实 整车也更加的稳定 内饰方面Q3相较Q2做了全面的升级 大家可以看从仪表台到车门内饰 与之前相比是更加的精美 车门这里还贴心配备了储物空间 把小车的空间也是利用到了极致 还有一点大家注意 这四个车门都是电动的门窗 包括我们的后车窗的玻璃 也是可以电动升降的 车内通风是绝对的舒适 好了我们今天的讲解就到这里 欢迎大家点赞关注 长按推荐 大家发的每一条点赞和评论 我都会去看 后面也会从这些评论中 选出比较好的给大家送上 我们药龙贴心准备的小礼物 再次感谢您的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